彩墨画在中国画里以水墨画为基底 在其画作上肤色点彩 是画面较之水墨画 在色彩上较为丰富明快鲜亮 近年来 这种国画创作手法受到了许多艺术人士的追捧 本次展览共展出郑浩谦先生彩墨画作品近六十件 无论是文人画题范儿的水墨作品 还是具有现代感的泼彩泼墨画作 显示出郑浩谦先生巧妙的构思与高潮的绘画结束 流露出了他不凡的修养和气度 他的画作时而抽象 时而具体 含蓄的意象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情 郑浩谦先生历任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课作教授 现任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学院院长 曾在国内中国美术馆等多地举行个人画展二十次 海外个人画展一百二十八次 享誉国际一谈 本次展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 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喜爱艺术创作的人士 从中得到灵感和艺术享受 同时郑浩谦先生也为了国画能够发扬光大 通过展览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的艺术作品